在降噪之前是 高完口令 红旗辉火炮齐发 为设立十足 下足敌军 陆军迎击支援火力 编制634-12洞破级炮 如今却传出陆军109旅 双连破营区 发生破级炮爆炸意外 一名士官当场皮开肉震 鲜血狂流不止 上午射击训练结束 部队整理靶场时 突然发出轰然巨响 半性直升士官 疑似遭12洞破级炮训练 模拟器子弹炸伤 造成左右手以及左眼脸撕裂伤 这些人士指出 不排除是上一个单位 实施射击 没有确实检查 遗留在场上的榴弹或机枪弹 导致事关清理时 不慎碰触爆炸 而类似的模拟器子弹 专家研判威力不大 被炸伤的士官经急诊 医师处理后没有大碍 后续转送一般病房 则西瑶两洞破级炮 今年7月才发生基隆弹药库爆炸 造成9名官兵受伤 国军接连发生爆炸意外 可别战还没大 战力就先自我减损 接下来刘织长 杨西瑶浩 陈冠宇 桃源报导